嗨 大家晚安 我是五姐 那今天要繼續來還原的實況喔 呃 我們上次來到了這個地方 這是怎樣啦 唉呦 好吧 我們就進去看一下 這個是紙紮人嘛 啊 這邊有一對夫妻他們在看電視 電視沒開啊 我幫你們開好了 不能開喔 這是什麼 姊妹 是張惠妹的姊妹嗎 年代好像不太對 嗨 然後呢 這個 所以這是怎樣 很像到那種民俗村裡面 他們會有一些假人 那女的應該不會突然轉頭過來之類的吧 他在看什麼 他們在看聯絡簿 75年2月24日 星期一功課 數學甲 生活雜記 今天我整理了我的房間 爸爸幫我把所有的玩具都搬進去 我的房間裡有很大的床 可以在上面玩家家酒 市長提醒 自己房間要 房間要自己整理喔 老師叫做陳怡君 這可能台灣人才會懂 因為台灣很多 這個年代的台灣人很多人叫這個名字 我的英文老師也叫這個名字 國文95分 數學97分 家長簽章 度 他們連絡簿就這樣被我搶走了 他在看什麼 那你的魚呢 這時候還沒養是嗎 這電燈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一閃一閃的 要叫人來修了 太太在裡面 哈囉 這是什麼 豬血糕嗎 外面也在下雨喔 外面也在下雨喔 怎麼這電燈要叫人家來修啦 所以叫老公自己去換 嗨 你剛才是在看這個方向的嗎 什麼聲音 噢嗚嗚哇嗚 嗨 我聽到有人在轉水龍頭的聲音 往回頭看了它就突然 不要過來喔 拿著菜刀很可怕 好的 那我要幹什麼 繼續探索嗎 這個房間剛才不能進去 這就是美心的房間 他應該沒追過來吧 可怕 什麼聲音 節拍器 這個動森也有 台燈也有 他用的是樸素白色的牆面 配上混合木地板 這邊放了一個床 這邊有一個玩具椅 半家家酒的小椅子 偷看一下 他應該沒在追出來吧 很好 你就待在那裡喔 不要突然跑出來喔 好可怕喔 還是不能進去 喔 等一下床頭那張照片是怎麼一回事 嗨 拍立德 記得我曾經有過一台拍立德相機 就這樣子看一下而已 我以為你會把它搶過來 看是怎樣 畫面怎麼突然晃了一下 嚇我一跳 陶瓷娃娃 居然是陶瓷做的 玩家家酒的陶瓷洋娃娃 為什麼都會有畫面突然 停格一下 好可怕喔 不能播音樂 為什麼老公的臉都被塗掉了 臉都糊掉了 只剩下立方的臉 所以不知道老公長什麼樣子 我要回頭囉 我要回頭囉 還好 沒有發生什麼事 好 那我們就 走出去吧 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洋娃娃 放到這個家家酒的椅子上 來 來 使用道具 發生什麼事了 我聽到水的聲音耶 這裡有一盒Labs 除了唱歌 美心也喜歡在紙上吐吐摩摩 看來是個 普通系的 美心是普通系的 抓舟 抓舟是嬰兒滿周歲時舉行的習俗 古時嬰兒夭折的機率高 安然度過周歲屬含有 相對值得慶賀 因此這天習慣祭祖 告知祖兒小兒平安長大 並齊居一家舉辦抓舟儀式 我小時候好像沒做過這種事 但我知道我們宜蘭這邊 還有傳譯中心都有在辦這樣的活動 人們相信將各種物品擺放於孩子面前 觀察孩子把玩的物品種類 便能從中占卜出來 孩子將來的去向與職業 常用物品有筆墨、紙焰、算盤、鋤頭、印章等 也有物品取諧音 如算代表善於計算 蔥代表聰明睿智 這樣我數學不好應該就是不會去抓這些東西喔 孩子的發展方向對父母乃一大事 現代人重視學前教育 好的興趣裝長英字小培養 以免輸在起跑點 我最討厭什麼是輸在起跑點這種話 到底誰發明的 哈哈哈哈 對 這個人意見 這麼熱鬧 你來看什麼事 什麼聲音 這邊有個掌印 樂譜 所以我要把它放回剛才鋼琴那裡 金金齒高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浴室喔 這馬桶該洗一下了吧 這爸爸不洗浴室的 我們去把它放回去 怎麼還在看啊 好 鋼琴 生日快樂 這台鋼琴好先進喔 放樂譜之後就是自己彈耶 然後呢 有生日蛋糕耶 這邊好多美心的照片喔 看來爸爸跟美心的親密度很高 才會拿到這麼多照片 生日蛋糕 欸 又這樣子 它旁邊 有一個芭蕾舞 娃娃 所以我把這個放上去呢 可以耶 它旁邊蠟燭好多寺喔 真可怕 我被嚇到了 我被嚇到了 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又回來這裡 七彩星舞台嗎 七大霓虹 七彩光 你怎麼不動了 要我敲電視嗎 以前電視都這樣敲 大明星 小明星全國高手齊聚一堂 你來唱我來唱 台之上定見真章 歡迎收看七大新舞台 煞有其事的做一個節目 好懷念喔 啊 沒了 又是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有人在敲門耶 我原本還想講一下七彩星舞台的感想了 有人在敲門 有人在敲門 他不敲了 我走到這裡他就不敲了 那我再退回去他會繼續敲嗎 那我再過來了 再敲啊再敲啊 沒有 他跟那個動聲的蹦蹦一樣 就是 你靠近他就開始跳 然後你離他遠一點之後 他就停在那裡休息 嗨 這也沒什麼事嘛 好 好 什麼音樂 21 56 257 2829 31 11 算我會念這個 可是我從小就沒玩過這種遊戲 喔 哇喔 你們在玩躲避球嗎 這裡有東西可以講 劇本破壳之日 旁白 正是替孩兒慶生這天 幽居點著幾盞小燈 天倫之樂 好不熱鬧 丈夫 小乖 你想要什麼禮物 爸今天全依你 孩子說 謝謝爸媽 我不要禮物 我只要家人平平安安 孩子對這樣的平凡時刻特別珍惜 別問為什麼 得談談那場怪病 嗯 是小孩子生了什麼病嗎 這裡有個鞋子 爸爸 在對小朋友使用那個美牙 美牙對小星用的那招喔 轉轉頭 看來美星做了什麼事情 爸爸很生氣在轉他的頭 這邊 這邊又沒有 這裡有 這個 這個是怎樣 肚子破掉之類的嗎 那這個是什麼塗 有人在摸他的頭 然後這個人被塗掉 好多針打在他身上 這是初音嗎 這套衣服看起來很像初音的衣服 還雙馬尾 那個年代就有初音了 這邊有個兔子 然後 這是誰啊拿著菜刀 應該是剛才那個吧 菜刀 砍這個人嗎 這個人是誰 該不會是我吧 我最後是被媽媽給殺了嗎 是這樣子嗎 這兔子代表是什麼呢 可怕 手術中 怎麼突然在手術中了 陣痛貼布 七彩新舞台 來 又要再拿一下鑰匙 打門鑰匙 1985 所以再回到 往回退回一年前嗎 怎麼風這麼大 我怎麼聽到有人在哭的聲音 誰在哭啊 要洗手才能進房間 誰 美心在裡面哭嗎 要洗手 好我們去洗手 不要哭喔 不要哭 我來了 我來了 洗個手就進去喔 你們越洗越髒 一切只是幻覺 哭聲還是在喔 我比較怕廁所突然有爬出蟑螂之類的 但真的會嚇死我 好 我洗完手了 我進來 哇 還要打開才可以進來 怎麼了 好多針喔 我要把它拔起來嗎 哇 哇 啊 看來擦得很深喔 啊 啊 好 好 不要哭 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這個針是來真的 差好深喔 不哭了不哭了 她在睡覺了 這什麼 診斷證明書 杜美欣 10歲 64年出生了 她的症狀是胸悶呼吸困難 S光檢查 抽血結果都是正常的 就不知道要得什麼病 醫生也檢查不出來 欸 這裡有口罩耶 應該不是得了肺炎吧 那個時代 這裡怎麼不一樣了 嗨 怎麼又是奇彩新舞台 這裡有電話 這種投幣式的公共電話真的是 很少見 還是有啦 但就很少見 這又是什麼 劇本 久病不遇 她用自己的小孩在寫劇本的意思嗎 特寫 燭火照亮備如於藥茶 孩兒語氣虛弱的說 爸 我們什麼時候進城完呢 丈夫就說 近期不能出門 你乖 本病好 爸媽去哪都帶上你 孩子說 爸 真好痛 我不要治病 丈夫將孩兒身上的釘釘 釘釘全拔了 丈夫 不痛了 不痛了 爸不叫你受苦了 孩子哭累了 逐漸酣睡 妻子說 這可真好 已經好斷十日了 我心好疼 美心不知道怎麼了 那爸爸呢 就把這段故事記錄下來 這是要拼X光片嗎 那剛才是不是房間裡面有兩張我要把它拿出來 這樣才拼了起來 我已經拿了嗎 好 這不是這樣用嗎 拼圖嗎 拼圖我最會了 拼在這裡 這算拼圖嗎 也沒幾塊 欸 有了 美心 身體看起來 比我還健康啊 是這樣子嗎 這什麼符咒 有人打電話來了 公共電話 公共電話 到底誰會把他接起來 那麼可怕的事情 喂 杜先生 我是賀老師 你的情況我了解了 不用擔心 你先來樓上見我 樓上在哪 突然有音樂 我可以在進 lecture 真的嗎 來 Rings 可以偷看一下別人家臉 讓我生虧死你了 我很想按動森的拍照模式 進去偷客一下別人的家裡擺設 這個是什麼?這個紅紅的是什麼? 你是什麼東西? 紅紅的 好像外星人喔 他也不理我 好吧 我們再繼續往上 哇 這個樓梯扶手 天啊 好懷念喔 我爺爺住的公寓也是用這種紅色的扶手 這裡也有紅紅的 紅色的好可愛喔 好 我們再往上走 他是不是發出什麼奇怪的聲音 紅紅的房間耶 哇 好多幅喔 怎麼又回到自己家裡了 不是要去找那個何老師嗎 就是 叫我要坐在這裡的意思嗎 坐下來看電視 又要看七彩新舞台了 七彩新舞台 巨星的搖籃 兒童組 一組挑戰者的表演 兒童組 一起來欣賞杜美芯小朋友 為大家帶來的馬頭姑娘 掌聲歡迎 美芯要唱歌了 美芯也很可愛啊 等一下 樂隊你們好像走音喔 是樂隊走音還是 這個電視 音質不好 這是怎麼了 我要再過去敲一下電視囉 怎樣我要敲電視囉 不能敲 好 畫面就停在這裡了 這後面的牆怎麼感覺好像離了 離我遠很多 上面這東西怎麼再晃來晃去 嗨 怎麼突然有個佛像 然後這裡是怎樣 跑進去誰的固有領域裡面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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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被淹死了嗎 踩到陷阱 何老師的陷阱 歡迎 不好意思 我自己是沒有被嚇到 這是怎樣啦 那...美姓在哪 所以那女鬼該不會是立方吧 美姓在這裡啊 美姓在這裡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 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一回再繼續玩吧 等一下我們應該就是往這邊這一扇門去找美姓了 那就先這樣子啊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